哈喽 哈喽 测试一下音 声音 哈喽 哈喽 好 现在估计应该都能听到 我看我这边显示一切正常 现在的参与者 这个增加非常快 看大家都非常准时啊 那我们就准时开始 现在呢 是4月29号星期三晚上八点整 也是我们常规的一个例行的讲座 很高兴今天是由我来给大家讲 今天我主要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就是股市的4月就要过去了 今天是4月29号 我很怀念它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在说的意思啊 第二个层面 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对于5月的一些想法吧 和接下来市场可能出现的一些 变化 如果说有没有听到的朋友呢 我希望你们给我回一个信息 在文字方面可以给我回一个信息 如果一切正常我们就继续 第三个部分呢 我会讲我的一个例行项目 就讲一下骨子产品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 在讲到开始之前呢 我介绍一下 我是Austin成 08年呢 就开始进入了金融行业 也算是一个金融老兵 在中澳两国市场呢 都有过就业经历 并且呢 我比较专注的是 之前是比较专注前端 后端 然后现在专注的多的是前端 在澳洲来讲的话呢 我有正规的RG16 做的这么一个从业资格 然后自己本人来讲 也是非常喜欢在交易方面 或投资方面去做提高 那在讲到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也要做一个风险声明 任何的金融交易都是有风险的 并不是银行的定期存款可以保证回报 因此呢 不是适合所有人 然后呢 这次讲座的内容和观点都是一般信息 并不涉及到金融产品的建议 并且我也没有考虑到在座 或者说其他人的财务目标和财务状况或需求 GoMax成立1998年 提供股票外汇黄金石油指数等多种产品 和一般资金建议的公司 我们在澳洲的排斗号码是AFSL254963 公司注册号码是ACN081864039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是到今天中午的时候截止的 疫情的一个情况 可以看到现在全球确诊人数311万 其中美国是领跑的101万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美国已经死亡的人数呢 已经超过了越战 所以这次来讲的话 实际上我相信大家也能感受到 对于全球或者说像美国欧洲这些经济体的一个冲击 从这个图上面大家可以看 很明显的看出啊 就是红色的区域代表了这个事情的一个严重程度啊 那么很幸运的是澳洲呢 现在是这个优等生在控制疫情方面是优等生啊 所以说一直遏制的比较好啊 目前来讲的话呢 也没有超过60确诊人数没过万 像这个红色区域边际比较大的是欧洲还有美国 但实际上像俄罗斯以及印度 甚至非洲啊 这些地方的话我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啊 并不是代表它啊 就是不那么严重 积极方面是什么呢 就是西班牙呢 今天也说西班牙的国王啊 费尼佩六世 向公众表达说 可能目前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战胜疫情的希望啊 然后目前法国来讲的话啊 确诊了17万例 所以说法国现在啊 也是被疫情的这样一个冲击啊 将失业人数啊 各方面也是大幅增加 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啊 就是好短的迹象 那在这样一种疫情的冲击下面 我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各国 或者说各个地区都有所相应的一些 叫做隔离措施或者是应对措施 很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不让去 叫为聚餐了 很多饭店关门了 很多像娱乐场所也关门了 电影院啊 像KTV啊 这些地方 是吧 包括我们国与国之间的这种正常的旅行 我们的航班 我们正常的这些业务的往来 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大家应该能看到的就是说 肯定是有很多行业受到冲击的啊 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失业人数啊 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一个就是的政策 那么我们要想一想的是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环境下面 市场环境下面啊 什么样的行业 它在这样的一个冲击中 却受到了利好或者追恐 那我今天就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并且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说 从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什么样的线索 这是从那个罗兰贝格那边找到的一个分析材料 它对比了2003年非典和今年的COVID-19的那么一个 叫什么 叫做发展时间线对比图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目前来讲是蓝色的线 还没有看到顶部呢 但是呢 这个传染的或者说累积的病人人数增长非常快 但是像非典这种病毒呢 它的致死率比较高 百分九点多 但是呢 它的这样的人数 就是说它的累积病例啊 一直没有特别特别快速的增长 这就是因为致死率和传染率 它是一个不能够完全叫做什么 同时共存的一个优点或者叫因素 那么当致死率特别高的时候 它的传染率自然会下降 可是面对像这个COVID-19这种 新冠肺炎的这种传播能力的话 实际上呢 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 从二月份 中国就大量的这个开始采取措施 然后到三月份 全球的这么一个迅速的扩张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这个表里面 我们就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一次影响的范围更大 然后影响的速度更快 对吧 从这个表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的 这些信息就是说 这一次的疫情并不是很简单 可以那个应对的 或者说我们之前可能都没有经历过 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 高增长率的这么一个传染病 我们在2020年应对这个疫情的时候 我记得当时很多新闻是这么写的 说大家都开始囤卫生纸 囤卫生纸的一个冷却国家呢 有澳大利亚 有日本 有的是囤啤酒 美国人 囤红酒 有的是囤大米 是吧 然后呢 还有的人是囤口罩 那现在的话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 市场实际上 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 一个 一个方向 或者说 当时呢 也有很多人在 囤股票 对吧 也就是利用这种 大的下跌的时候 买入一些自己 看好的 或者新已久的公司 那么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的一个情况 是什么样的 因为4月已经走完了嘛 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 有哪些股票呢 创了新高 这背后呢 是逻辑和线索 我们可以从里面 梳理出来一些什么 其实做投资 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要停于思考 善于总结 发现规律 那么 既然我们很怀念 这个4月 就是从投资的角度上 来讲 那么 它给了我们 确实很多历史性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 4月份创新高的 美股 亚马逊 那这家美国公司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不管是 它在电商里面 还是在 这个 云服务器 包括 它也搞什么航空 是吧 这家公司的话 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也没有逃脱被错杀的 这么一个命运 从去年 一直开始 就是领跑全球以后 它就是首先站上 这个叫什么 万亿 这样一个市值的公司 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 也开始暴跌 最低的时候 到达多少呢 到达1626块钱 每股 那现在的价格呢 最高达到了 2461块钱 每股 也就是说 几乎翻倍 利用这样的一个 凑杀机会 几乎 已经翻倍 其实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亚马逊就释放出来 一些 不同于其他公司的信息 很多公司可能都是在裁员 或者是减缓 这个减缓业务 但是亚马逊一直在扩招 并且都是5万 10万人的扩招 从这个领域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亚马逊 作为拉斯达克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成分股 作为美国的成长股的 这么一个代表 它在4月 在经历这样一个环境中 实际上 它不是受损的 甚至它是获利的 对吧 那我们想想 它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OK 好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又创新高的美股是谁 赖飞 赖飞这家公司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实际上 就是一个做流媒体的 大家可以从它的网站上去看 相关的电影 从最早的时候 我们从看电视的这种广播节目 到后来去付费的这种节目 以及到现在的赖飞自己去拍 然后自己去吸收会员 做这样的一种 内部的这种节目和产出的 这样的一个娱乐媒体 我觉得 那么 在这次的 在这次的这个疫情中 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 就是可能不能出去玩了 对吧 有更多的个人时间了 也在家里刷刷剧啊 打打游戏 那这个时候 奈飞的这样的一个业绩 或者说叫他的利好 其实也就是在市场里面凸显出来 根据这次的一个财报 展示出了他的新增的订阅人数 增加了180万 这个虽然说 对于动辄几个亿的 这样的一个用户量来讲的话 不算很多 但是对于赖飞这样的体量的公司 还能做到这样的增长率 已经是很不容易 并且呢 他目前在这次的疫情里面 也是在三月份的时候被磋杀 跌到两百多块钱 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客户 看好这样的一只股票 当时在下跌中 也是持续的在买入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只 这只应该大家也很熟悉 现在的因为是这个视频线下聚会 或者说线下的这种活动的减少 包括办公都要分开 像这种远程视频会议 这样的软件凸显出来了需求 在国内的话 中国可能用的钉钉比较多 还有就是直接跳动也有 然后像有道 也有开发出这样的产品 那在美国来讲 Zoom包括像我们现在使用的 GoToWeb 这些远程的视频会议的 就在这一波 疫情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市场环境下 迎来了利好 它的订阅人数 或者说叫做会员吧 达到了3亿人数之多 然后呢 我们不看它从今年1月份的时候的价格 60多块钱 我们就从3月份的时候价格 100块钱看 到现在最高涨到181 最高涨到181 所以说这家公司呢 也是在这样的一次的市场环境里面 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曝光度 还有客户积累 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 看到的一些变化 当然还有像4月创新高的美股 沃尔玛 沃尔玛 还有Costco Costco实际上也 接近创新高吧 这是还差几块钱 所以说就不能把它拿出来单独去分析 但像沃尔玛这家公司 我想昨天 Joy也提到过 这家公司 作为一个有3000多亿 这样市值的 人家老牌的 对吧 零售 或者消费端的这样的一个 公司能够在这样的一次 疫情里面还获得老术 发新养 或者再创新高的这样一个成绩 我觉得很不错 我对比的看了一下 中国的这种商超领域的股票 不太好表现 然后澳洲呢 澳洲大家对标会想到谁 肯定是Costco 对不对 也不错 我们一会可以看一下 也不错 那么 这几个公司非常具有代表性 所以我单独的 虽然让大家去 跟着我一起去过一遍 从最低的时候 100多长到133 对于一家老牌的公司 并且是做这种零售 没有特别多新新业务 或者高成长性的公司 这样的回报率 也是非常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澳大利亚的成长股 APT 这种股票是当初去年 Jacky给推荐过以后 就一直涨得非常好 他也在我看来 我觉得ATP现在应该算澳洲的一只腰股 就是有很多 可能有很多资金都在 在里面去追捕他 所以他的涨和跌都是 我觉得是要大心脏才能承受的 可能有的客户来讲 不太适合去做 但是从ATP这个背后 我们知道他主要是做什么 他主要是做这种小的贷款 是不是 然后大家 这段时间 可能收入各方面不太好 或者是对于APT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 觉得还是存在 但像他有很多数据在手上 他的用户基础也不错 所以APT在年疫情中 下跌了81% 实际上也是一个被错杀的 虽然他没有再反弹创新高 但是以他的业务体量 以及在这次疫情里面 能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受影响程度来讲的话 可能也不足以让他 有这么大的一个下跌 所以呢 当他暴跌到了底部以后 大概8块钱的样子 就开始暴力反弹 当时我记得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 基本上只要说到澳股 好像每几天都会有APT的消息 就是说今天暴涨了 百分之二三十 又涨了百分之二三十 大家可能都在讨论他 那么我想从资本市场来讲 他也给他的经营上打了一些广告 我觉得在成长股和科技股来讲的话 APT也是在这次疫情里面 一个很好的 就是投资机会 然后我们再说到澳洲的Course 澳洲Course 大家可以看到 从K线图上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他就没有太怎么跌过 对不对 他可能从16跌到14 然后又从14涨到18 基本上就在这个区间里面呢 就一直在整理 一直在震荡 他维持着他这么一个分红的水平 说实话 大家在澳洲的生活比较多的话 可能了解 就是抢卫生纸啊 抢酒业啊 然后去各种东西啊 他们还是在这个市场里面 相当于是一个分销商 或者是把控了整个零售端的一些业务 那么 我想这一次Course的业绩 应该不会太长 在这个隔离期间 Course它是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那么 这也能看出来 他目前的股市场 对他的这么一个 从股价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 相信对他也是有一定的期许 那现在从这个技术图上看 他好像在一个收敛的区域 就是说 好像在一个价格 在形成一个西形 对吧 接下来会怎么走 这个也很关键 如果说 市场给机会再回落一些 我觉得 作为一个长期持有的消费类的 还是可以考虑 说远了 其实在4月份初和3月底的时候 我们就提示过 给很多客户提示过 说现在是一个机会 非常明确的阶段 因为在当时说的话 可能大家都 相信江宜吧 或者叫 谁会相信市场有V型反转 这一说呢 对不对 V型反转是什么 应该是L型 或者是U型才对 V型反转不可能 但是现在这一段时间 我们不说股票 个股 创新高的这些股票 咱们不说 就说股指来讲的话 基本上也是一个大V字 是吧 到今天为止 美股 澳股 基本上从4月开始到现在 就没有跌过 就没有跌过 一直就是在奔头往上涨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想买入 好像都 如果你要等回头的话 好像都不是太好 或者等不到 那么在这个 疫情期间 我们当时讲 就是说疫情期间的话 从网络上也可以看到 很多的一些数据 网络上也可以看到 比如说大家 在分析这个 社会消费比零售的 实体渠道 和电商渠道的一个对比的时候 当时是拿到了03年的数据 实际上是可以看到03年的一些数据 就是电商渠道和实体渠道 我用这个红色的框框标 标示出来 增长率 是吧 还有这个 销售额的增长率 和这个零售额 消费品 那么电商渠道的增长率 肯定是在这样的 这样一种疫情期间的话 它会表现得更好一点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去看 也可以理解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面 像互联网公司恢复的是比较快的 并且还能够创新高 像亚马逊 对吧 还能创新高 大家在家里面 就买买买 包括中国的阿里巴巴 对吧 拼多多 这些都是以电商 而非实体的 就会好一些 但如果是纯实体的 或者说电商加实体的 能做得很好呢 还真的不多 还真的 像Costco和Wall 真的是表现很不错的 但如果说像 像这个WallWall 和Costco的话 相当还是要差一些 那第二就是 可选消费和必选消费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可选消费 比如说 这个 粮食 是吧 烟酒 日用品 这些属于 必选消费 那么这些 产品背后的工程 它受影响的程度 就相对于较低 我随便就可以想出来几个 像这个澳洲的A2 Milk 是吧 大家可以看看 我今天就没把这个图列出来 还有Vega 做奶酪的 做奶饰品的 或者说做食品类的 在澳洲 它还不错 表现的不错 并且呢 意思来说呢 就是比较受追捧 但是 像这个 衣服 是吧 化妆品 这些 这个 金银珠宝 这种 或者说像餐饮 这个我觉得算 可选消费 或者说 叫受疫情影响 比较大的 今天我相信 这几天 大家都能看到 说 关于 德国 阿迪达斯 说他的业务 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业务损失 差不多70%以上 他是做 这个 运动服务的嘛 那么 他可能 属于可选消费 那么 他可能 受到的冲击就比较大 那接下来的话 到了五月份 这些企业 所面对的情况 就会产生变化 一旦市场 开始放宽 那谁最需要资金回流啊 也就是说 在一二三 四月份 都受到影响 这些企业 到五月份 势必会有 非常大的一个 降价 或者说达折利路 需要资金的回流 这个是从 我们从这个 疫情角度上 对于 他所属行业 或者说是可选 还是不可选的一个 一个分析 那四月的整体的逻辑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涨不好的 或者是就 受到资金追捧的 是谁呢 是电商 是云端办公 是零售 是流媒体 是吧 是医药 是防护 是呼吸剂 其实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我们最近 大家都了解的 或者说叫做 听到的一些热点的机会 那这些投资的信息 或者说这些逻辑 就藏在我们生活的 就是 因为我们新乡官 或者藏在我们生活的 这些 新闻里面 信号里面 对吧 哪家公司现在还在招人呢 哪家公司天天被市场 拿来说声道士 是吧 哪些地方都在抢呼吸机 到处都在买口罩 以前是戴着口罩抢钱 现在是戴着钱抢口罩 那防护公司能不受追捧吗 防护品 所以整个这一系列逻辑 是什么 来源于生活 对不对 并且呢 我们也可以参考 走在更前一步的中国股市 因为今年的整个 疫情的爆发 第一个节奏 其实是在一月份 对不对 一月底 大家应该有了解的话 是在 1月24号的武汉 宣布封城 对吧 正好赶上中国农历的春节 当时实际上 很多股主都在暴跌 海外的像 China 50 然后Hong Kong 50 都在暴跌 但是中国股市修饰 没开盘 但是一开盘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邦邦邦 干什么 千股跌停 可是降准 降息 就是 是吧 马上又把整个市场的热度 又推上去了 直接从2000 2000 2700 推到3000多点 强势的很 可是到了3月份 因为海外疫情的这样 一次爆发呢 又把市场 拽下来 但是在推上去的这个过程 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 谁就没跌过 是不是 谁没跌 高科技的 是吧 搞电商的 没跌 是吧 阿里巴巴在海外 有道在海外 京东在海外 包括像顺丰 做物流的 都没跌 是不是 那这些信息 实际上就是我们做 很好的 做投资很好的一个 叫什么 经验 或者说叫做参照物 因为我们在同样一种危机 下面 我们看到了是 所有的政府都在救市 所有的银行 银行都在放水 然后我们所面对的这种 叫做什么 采取应对危机措施 也大多相同 无非就是平白 是吧 隔离 没有特别 就是 独树易治的 比如说 我就有疫苗出来了 没有 所以说 四月份的时候 为什么我说 它是一个鸡 而不是一个V呢 就是因为这样 因为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们的底盘 我们已经知道 市场会怎么做 市场是谁说了算 很多人觉得说 市场是人说了算 错了 市场是钱说了算 对不对 钱在哪 钱是在少数人手里 还是在多数人手里 大家想一想 钱是在少数人手里 世界上现在贫富差距有多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能 我们不敢说别的 是吧 就说美国吧 美国可以随便说 那么 它可能在 这个 百分之一的人 是不是 最有钱的这些 上市公司 还有这些 这个 各个领域里面的 这个带头人 他们这些富豪的钱 加起来 可能比 末尾那些 百分之八十九十人的 钱多多 资产的价格 是由钱决定的 钱涨在少数人手里面 少数人在想什么 少数人不想跌嘛 对不对 尤其是像美联储嘛 对吧 美联储说了嘛 无底线 我就给你搞了 无底线QE 有多少钱 我就印多少钱 是吧 不管怎么样 我就不能让市场 出现流动性危机 不能出现这样的一个 这么一个叫什么 市场也不好 股市也不好 就是实体也不好 虚拟也不好 这种情况 那么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是 你如果在四月份 去做空美国 你就是在跟美联储 做对度 OK 我们讲了这么多 梳理了这些结论 也就是想告诉大家 在做投资的时候 听谁的 是吧 去哪里找线索 从哪里去找一些 投资的信号 我相信 都是聪明 谁都不傻 关键呢 要善于总结 要善于洞察 我也不是说 跟大家去说叫什么 只是跟大家去探讨吧 因为做投资这个东西 它还真的不是一个 可以一出而就的 没有办法一出而就 你必须得 踩过一些 可能吃过一些亏 必须得了解自己 你才知道 怎么样适合我 对不对 有的人可能就是 很成熟了 很成功了 但是没做过投资 可能一直在体制内 或者说一直在 某某岗位上面 做得非常好 比如说 他是个专业性的医疗人才 可是如果说 把它放在投资市场来做 他可能很懂病毒 或者说很懂 他的学科类东西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洞察出 市场的规律和人性 所以做投资 真的要从 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上去 一点一点 其类 同样呢 我在这次讲座里面 我们当时也总结了 历次的一些市场的危机 比如说像2000年的 互联网的金融泡沫 03年的SaaS 08年的金融危机 14年的伊波拉 18年的贸易战 当时我们在那个 AI的讲座上面呢 详细的去把所有的这种走势 都做了一个梳理 然后呢 得出来这么一个图 今天直接给大家 就是我们所谓的财富地图 股市每次都会来一次下跌 但是它不会永远下跌 对吧 它下跌完以后 它会干什么 它会不断的去 回归它的政府规矩 在正常级 甚至呢 再用更高的这么一个价格 来回报当时的投资人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面 标了互联网危机 08年的金融危机 包括18年的 这样一个贸易战 市场的这么一次 这一次次的下跌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次次的机会 如果你能够坚定的一次次买进去 我想的回报绝对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呢 从这个图里面 大家也能看出来一些端倪 一些端倪 也就是 每一次的下跌和下跌之间的时间频率 其实是在缩短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00年到2003年 对吧 07年 08年到09年 10年 包括像15年 16年 18年 年底 然后包括这次 其实呢 每一次下跌 大家都是很痛苦 但是 好像这种频率会越来越高了 这个是 展开说一下 其实 不一定对大家有帮助 但是 这种频率影响到什么 影响的就是我们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像18年 19年 19年走了很好的一段流失以后 到了2020年 二月份 加拿着直接就 掉下来 对吧 掉下来没想到四月份一个月 三月底一个星期 四月份一个月就说上去了 像拉斯达克指数 已经把2020年的开盘价已经突破了 对不对 它等于没跌 一年 但它今年一年没跌 并且呢 像我们讲 像痛苦指数 痛苦指数是什么 我们讲 一般跌得越深越痛苦 是不是 跌得越久越痛苦 现在是跌得很深 跌得很快 对吧 这种痛苦来得很快 就像 以前是用炖刀子割肉 现在是用筷刀 斩断麻 一刀子下去 啪 50%没了 马上又藏出来 新的肉也藏出来 这个 这也是我从这里面得出来的一些规律 简单的做一个 做一个分享 并且我们当时也说了 我们说 关于黑天鹅事件 我当时说了黑天鹅事件以后呢 我们说黑天鹅事件里面映射出来的 这种叫做不确定性 对吧 长期的影响性 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如何在黑天鹅事件里面去获利 甚至去保存自己的利润 我们当时也讲了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你得有行动力 或者叫学习力 你学会了 你得会用它 不然大家来听这个讲座 或者说听我讲半天 可能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当然如果说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 大家能来听这个讲座 也会知道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些培训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能够 持续给大家创造价值的一个 很重要的地方 OK 左边是危机 对吧 右边是财富 有一句名言叫做 曾经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真心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对那个人说 买它 买它 这个是最近网红词 Oh my God 买它太超值了 是吧 三月份 四月份 整个节奏就是买它 买了你的钱 就随着美联储放水 随着市场的存量资金的增加 随着恐惧的消散 随着流动性的增好 随着市场估值的回归正常 你也会分到一杯羹 你的账户里面也会夺出一笔钱来 所以 左边是危机 我们要看到右边 是财富的机会 OK 讲了三十多分钟 说了半天的废话 我相信大家也觉得我很无聊 自己在 在这 好像 其实有时候讲网课觉得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自己跟自己 对的屏幕 有点神感 如果说 有机会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其实真的挺没意思的 如果说大家能跟我面对面聊的话 可能可以随时转 就是扩展出来很多段子和信息 我觉得可能聊得更有意思 但是现在的就是对的屏幕 没有一个互动 所以只能 能够按照自己的思维一点点讲 五月份的投资怎么做 且在四月二十九号这一天 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四月三十号开始 四月三十号开始 就已经出现了各种的修饰 你看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右边这个图 五月四月底到五月初这段时间 是全球都会迎来一些假日 然后这段这种 这种休休停停的假日 很影响交易的节奏 有一句话叫做sell in May 就是五月份卖 对吧 那什么意思呢 会不会是多头落债为安的一个机会呢 会不会是空头叙事待发的一个机会呢 在今年四三月的市场底以后 那么五月会不会迎来 政策底会不会迎来五月的市场底呢 对不对 最近的财报级来临 市场会如何解决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问题 怎么去操作 其实很实在 对我们来说很实在 因为四月份来讲的话 我想跟我联系比较多的一些朋友 或者说跟我在这个投资 或者交易上互动比较多的朋友 应该也能看到我在四月份实际上是赚的还不错的 我赚了一些钱 我赚的一些钱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我对市场的一个判断 我做投资可能有时候看技术面 看的不是很多 OK 这个 再说吧 细聊 那么 重复一下之前的观点 短期来说 疫情主导 机会明确 机会明确 四五月份就是一个 机会比较明确的一个时间段 冬期来说 三到六个月的话 我觉得 就业复苏和先进流 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点 长期来说 不好说 深水迷雾 那么 很多客人问 或者很多朋友问说 那么 这个 有没有包赚不赔那种机会 赚钱的 今天涨了这么多 还能不能跌了 还能不能涨 跌了 还能不能再跌 这种问题 讲个段子 包赚不赔呢 去年你得靠特朗普 但是去年的最佳分析是 今年不行了 今年一直在打脸 前段时间喊原油被打产了 是不是 去年叫 涨跌全靠特朗普 今年 美联储站出来了 今年一顿暴跌猛虎 反弹全靠美联储 所以说市场节奏在变化 我们也没有说 绝对包赚不赔的一个 叫做交易密集 只是说 我们在市场里面 不断的去 衡量一些交易的风险和机会 找到一些 投资背后的逻辑 OK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美国SP500 也就是US500 这么一个走势情况 这张图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做股票 如果你做股指 如果你关心整个市场的一些情况 一定要多看一看 一定要多看一看 关于这个指数 它是基本上是美国 股市最均衡的一个指标了 它有500支权动股 然后呢 设计各行各业 所以它的走势呢 一般来讲比较经典 比较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 在三月底的时候 美股做了一个什么 一个底部 这个弧线的地方 它做了一个底部 很深的一个底部 后来呢 占上了2650点 2650点 这个蓝色的区域的上方 看见没 蓝色区域上方 2650点站稳以后 一直就是在这样斜斜的 在往上爬坡 一直在往上爬 红色的线是时日线 蓝色的线是连线 连线的压力在哪 2950点 2650点到2950点 就是美股现在的一个 相对盘整的区域 我们讲 如果市场跌破这个点 跌破这个点不乐观了 它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买点 新的买点 为什么说买点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做空呢 你得需要比较好的操作技术 它可能跌得很浅 一个shallow 然后就回去了 那么呢 如果它跌破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看观察一下 会不会重新做一个devil check 至于这个地方会不会在五月份出现 五月份会不会出现这个地方 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说实话我看不出来 但是我能感觉到的是什么呢 它不想下来 我的感觉是它不想下来 就是说它想把电根线实时的守住 目前来说 如果说它真的想下来的时候 可能这一次也会让很多人 交一点学费 到时候我们也会积极的去做一些分享 那么再往上 3400就是历史高位了 之前最高涨到过3394 我们把3400当作一个历史高位 那么把之前的二月份的一个反弹的高点 3125点 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区间出来 大家可以算一下 2650我们就算3150 也就500个点 也就在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 我们去看的话呢 就是说一赢一下 就是投资嘛 对吧 大家首先是有一个预期 或者一个判断 如果跌下来的话 如果跌下来的话 之前放了水 或者说之前救的事 是不是就 对不对 有点打脸吧 或者说是不是就会有一点很伤自信心 对不对 已经发了那么大的力了 要搞这个事情要搞成嘛 你长了一个月你就回来了 好像说不过去 所以我觉得五月份应该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买入机会 如果有的朋友说我想等 我想等这个2200点 甚至1800点 HP500 能不能等到 这个很难啊 真的 这个我觉得大家只能够灵活吧 或者说叫做 这个保持一个机动性 保持现金流 如果真有这样的机会 咱们就 是吧 还是左边危机右边财富的一个思维 那么如果不会给这样的机会 我觉得大概率不会给 就是五月份 那么以2650点作为一个什么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阻力 支撑位 然后呢 我们高呢 也不敢看多高 为什么不敢看多高 我相信大家都懂的啊 这一次的疫情的伤害 或者说叫做 对实体的冲击是 实实在在的 实实在在的冲击 如果说股市在这个时候 不合10亿的往上涨 会出现什么情况 会出现之前获利的人 大量的什么套现出套吗 因为对他们来说 这比例 非常可观了 从2200点 甚至是2500点以下 渐仓的 一直拿到3000多点 这个收益率是非常不错的 并且是在一个到两个月以内 你觉得市场会给他这样的一个套现机会吗 我觉得华尔街不会给 所以说很大程度啊 我觉得五月份会干什么呢 我会磨你 会磨你 往上走一点呢 你一追 哎 套你 你往下跌一点 你一哭 又套你 就在这中间啊 这是我目前看到的 或者说我一赢的吧 大家可以 可以验证一下 回头 因为我我也并不是说 我也是 我是神仙 或者说 但是我的 我的多年的判断 或者说 对于市场的一种 就是博弈的一种想法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从US500 但是其他的个股 或者说 其他的股指 我们也单独的去看 不管是S200也好 还是 这个 刀琼斯30 还是 纳斯达克100 实际上 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大同小异 不会有特别 就是说 隔路的 嗯 并且大家把这些股指 拿出来对比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看到 无非就是一个人 跌得多一点 一个人跌得少一点 一个人长得快一点 一个人长得慢一点 大方向是差不多的 只是说 这种空间上 有一些区别 所以五月份的话 我觉得大家要看好 看好这个股指啊 US500 在我们GoMarks网上 都有 那个软件上都有 然后也可以把我 这几个重要的位置 标注出来 然后把这几根线 也画出来 我觉得 可能会对你做 整个大盘的一些判断 有帮助 啊 当然我觉得里面可能 大家还有很多高手 觉得看到的 呃 我相信大家看到的 可能比我更全面一些 啊 如果觉得我 呃 说的不够好的 也可以 跟我去发邮件 联系联系 或者说 探讨探讨 所以呢 我的观点很明确 就是四月份 最机会 最明确的短期机会 已经过去了 啊 四月份 到目前为止 已经过去了 如果说大家还想 从四月份的这种 展谈里面看五月份 我觉得是有点 呃 太乐观了 乐观过头了 因为整个四月份 以道书斯指为例 涨了接近下五千点 是吧 一样他再涨五千点 他就两万九 哈哈 他就创新年新高了 啊 所以我觉得很难了 啊 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 很多年都遇不到 这样的一种 一种好的买点的机会 啊 那么从五月份来看的话 我觉得多头的获利呢 会慢慢兑现 那些拿到市场上 最后最一手消息的人 在底部最买进去的 勇敢买进去的那些人 知道美联储 有大量的印钞救市的人 他们平均价格 在哪里 对不对 来看一下 肯定在两千四五百点以下呀 对不对 他们拿到现在也不错了 啊 那空调干嘛 空调也等机会 因为现在高不省 低不就的 做空也不太好 对空还没出现 啊 所以我认为 再重复一遍啊 多头获利即将兑现 空头正在等待机会 波动量会减少 震荡频率增加 市场 这底还在酝酿 还没有出来 就是说如果说 等待第二次下跌的人 五月份大概率等不到 那么股市呢 应该会起稳 非美货币应该会相应的回归 怎么叫回归啊 所以你讲 就是说反弹吧 金棒啊 澳币啊 这些大家也看到 最近涨得非常狠 尤其是像大家比较关心的澳币 基本上一天一个假 现在澳美 澳日 是吧 澳人 都天天涨 买在底部的人 粉丝开心啊 是吧 已经赚了百分之十几了 第二就是 还要就是当心原油 其实原油这个产品 很好的一次机会 实际上在那个减产协议 之前 就叫买消息卖市 这个非常明显 在这次市场 川普一吹牛 一发推 哎呀 要减差了 市场广广广涨 真一谈 结果都谈不拢 光光光跌 买消息卖市 那原油现在情况是什么 现在情况是 大家都不敢去玩六月七货了 都在把自己的七货往后攒 攒息 或者说换仓 那六月七货没人要啊 出现负值 对吧 出现暴跌 出现这种这种 很大的震动的频率 还存在 还存在 所以说 如果说你是做多的话 我觉得可能 你接下来面对的 这样一种机会 不是特别好 你要付出的耐心 和持商的成本 会比较高 当然了 我们讲 两个产品实际上不一样 或者说叫做 先说不油和美油吧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美油会出现负值 不油它不会出现负值 所以说这次不油 它没怎么跌 我之前也是做不油比较多 后来呢 后来是又建仓了一些美油 因为不油的仓息有点高 有点高 后来又换了一些美油 但是我整体来讲的话 我这个人的仓位控制 还是非常好 就是说 我在第一次赚原油的 这笔多单的钱的时候 我是坚定的离场 因为我知道涨不上去了 因为疫情没过去 需求没上来 但是我建仓我也建仓 但是相对我的资金来讲 我的建仓是非常安全的 我打算再看一看 所以我并没有 像Jackie老师那样 直接就去离场 我还想看一看 因为我觉得通过换 物油啊 或者说换 其他的一些方式 我觉得我还是有 办法从市场里面 兑现我的利润 OK 我今天呢 打算给大家讲 两个股指产品 就是到了我们的 第三个环节 然后前两个部分呢 其实是我的一些 个人性的东西 或者说叫做 我个人风格 以及我对市场的 一些投资理解的 一些东西 如果大家有问题啊 或者说有 跟我想交流的地方 可以在 这样的一个讲座中留言 我大概的算了一下时间 算了一下时间 现在是8点52分 我们还有8分钟结束 这两个产品呢 如果能讲 讲完两个 我们就讲 讲不完 我就先讲一个 上次的 上次我们讲过 说我们做一个 全球的指数的 标准线货合约的 一个整系列的 一个产品梳理 那么 今天再给大家过一下 这一张PPT 我们现在在GoK 可以做到这些产品都有 对吧 Hong Kong Jampaign S Lansdark 这些 反正大家都可以看到 然后 股指的优势 我再强调一遍 强调一遍什么呢 就是股指啊 它是基本上 24小时可以交易的 它很多时候 不会上股票一样 它所固定交易时间 股指会更长一点 毕竟我们现在作为一种 很先进的衍生品 就是说 实际上来讲 会给大家很多的一些空间 不管是从资金上 是吧 还是这个灵活性上 多空上 抗风险能力上 比很多产品都要好 那么 持商成本呢 手续费也比较低 比股票还要便宜 最终风险 是我们做正当行情 包括我们 去锁定利润 很好的一个工具 OK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 上次的一个A50 A50的指数呢 是目前全球唯一 跟住中国A股市场的 境外期货合约 期货合约 那么 它现在的话的 主要的成分股的话呢 是银行和保险 站着大头 优势是T价零交易 20个小时以上 方便跨市区 管理这样一个风险 我们接下来讲 这个HK50指数 HK50呢 实际上是 香港支援交易所的 一个整体的 股票价值的一个指数 香港交易所的 这个砝码 或者说能量 应该大家都知道 前段时间 香港还要收购 英国交易所 对不对 那么HK50指数呢 其实它只是一个 横指的衍生品 就是它背后啊 实际上就是横指 就是香港 横心指数 它反映的就是 香港整个市场 波动趋势的一种 一种指标 也是目前世界上 最精确的一个 股票指标之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整个的 这个成分股 占比 成分股的占比 主要是金融地产 主要是金融和地产 这样也可以看出来 就是它在08年的时候 是非常受伤的 对不对 因为08年主要是 金融和地产 的一个 一个危机嘛 OK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呢 它已经可以占到 整个交易所市值 就是说它可以反映 整个交易所 65%的 一个总市值的情况 所以说它的代表性 还是很好的 并且呢 香港50 在沟来讲的话 我觉得优势比较明显 因为很多地方 做香港50 它是一式小合约 第二是它单收手续费 这个是目前来讲 我觉得都比较优势的 一个地方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香港50和横指的 一个走势图 其实这里像是两根折线图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到 几乎就是重叠的 一个是香港恒生指数 一个是香港50指数 就几乎就是 神童部啊 所以说就是一个东西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东西 没有什么区别 香港50的股指 它也在 这个成分股 一直也是在 这个调整的 那现在将纳入了 腾讯和阿里 从1964年以来 它已经涨200倍 那这样的一个 表现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横指的 一个大的区位图 大家可以在 网站上去调一调 可以看一下 长期趋势来讲的话 很值得 绝对的优 就是说呢 近 为什么 这个 刚刚讲的 就21000点吧 就21000点的 香港50 当时就是被已经说到 就是跌破禁止了 都已经 那么 现在是多少呢 现在是回到了 24000以上 那当时是21000点 也是在 3月 3月10几号 出现的 出现以后 就开始往上涨 现在又回到 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你看 是之前的一个低点 对不对 然后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在一直在试探 一直在试探 所以说 横指的话 目前也是 也到了这样的 一个地方 它会不会跌下来呢 它能跌到哪里去呢 它会不会冲上去呢 那横指 我觉得 一方面 它背后是什么 它背后实际上 是中国的企业比较多 基本上很多企业 都是主体业务 都是在中国 那第二就是 香港的交易所 当时也讲过 就是说 它实际上比较尴尬 它涨得慢 跌得快 香港的港币和美元 是固定汇率值 固定汇率值 是吧 那只有当美元 流动性比较好 大家都可以换一换 在香港搞一搞 是不是 一旦美元要 叫什么 比较紧张了 大家赶紧就换美元 换美元 肯定是抛售港币资产 换成美元走掉 所以它基本上是 涨得慢 跌得快 我一般把它当做 一个指标来用吧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OK 还有两分钟 那我看估计讲 SK200 还讲完了 我们下次再继续 讲股指产品的话 我们也可以结合 结合操作上的一些 技巧和机会来讲 那么我们 现在呢 也还在坚持着 去给客户去做一些培训 做一些这样的服务 并且我们现在的线上的 第一期也是 我们整个培训班的第九期 正在启动中 是在这个星期一开始启动 今天是星期三 开始启动的 如果对我们这样的一些服务方式 包括我们这种 做事的方式 比较感兴趣 比较欣赏的客户 可以跟我们联系 SoMarket这边会给您提供 比较完善的 这样一个全体系的服务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线下 或者线上的培训课 有什么内容呢 包括啊 像我们现在的网络课程 包括我们单独的 一个培训课程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 投资实操的训练营 就是我们会讲一些技术分析啊 讲一些 就是平时大家都用的上的 一些实操性的能力 包括还有一些产品 包括了解软件什么的 然后这个服务呢 是持续一个月的啊 持续一个月 我们会建一个群 然后给大家就是 提高互动的这么一个 一个频率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体验的交互性的 这么一个学习效果 并且我们会 给客户提供一些 交易的这么一些策略吧 那么这个策略的盈利 也是给客户自己的 我们并不会 share 毕竟我们好的客户 实际上现在已经在疫情期间 拿到了我们一些关于 交易的一些信号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就是如果自己是有收到 这种短信的话 可以观察一下 其实 有时候我们每个人 给出来信号呢 因为是早上 我们大概八九点钟 发出嘛 就是说时间呢 在整个全球市场里面 来讲是比较早的 它有一点尾盘效应 因为毕竟来讲 整个走势 是由美国市场决定的嘛 所以 最好的时间 实际上还是在下午 就是说如果交易机会 展开的 我还是在下午 所以上午的时候 大家看不出来 并且有些呢 也比较 我觉得比较 看重时机吧 有的是短线多 有的是 是长线机会 我觉得还是要 如果说有 你认识的 科务经理 或者说分析师 在上面 发了这样的信息 如果你拿不准 你可以单独的 就问他一下 比如说 你可以问他 为什么你提出 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么你做的是 一个什么样的级别 或者是怎么样的 时间周期的 我觉得这样可能 对于你去执行 会比较有帮助 OK 那今天的 我的讲座呢 就到这里 然后我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 OK 到目前为止 我看没有人提出任何问题 那么时间呢 也刚刚好 时间也刚刚好 没有脱堂 OK 好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在五月份 获得一个买意的交易结果 好 谢谢大家 那么 本期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 那么我即将关闭 好 再见 我的天哪 有这么多问题啊 怎么传出来 这么多问题 不好意思啊 今天可能我这个 这个这个叫什么 问题的这个栏目被 挡住了 那么 今天所有提问的 这个朋友 我单独给大家 发邮件吧 好吧 今天我就不耽误 这个朋友的时间了 那么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 发邮件 解答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祝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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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